今年共产党所谓的刚刚要搞的所谓的经济 激励计划内循环经济 所谓的再大搞基础设施要搞五万亿 这要五万亿 说封顶六万亿 五万亿到六万亿之间 要比2008年四万亿激励还厉害 这不是给人吃伟哥了 这不是给人吃伟哥了 这是给人吃毒药 但是这个经济的背后是什么呢 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所有金融系统 真的撑不住了 就是人家存一百万 让人家取一万都取不出来 不但如此 政府的开支 各省的开支都开不出来了 基本的现在又大搞军费 这军费现在有项目 有军人 没法开支 怎么办呢 不是你说你运钞票就能解决的 经济完了 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 搞所谓的内循环经济 西哥要报的事情就是香港的港交所出了多大丑闻 现在香港的所谓的各方的在全世界的外债贷款 很可能爆大雷 那如果跟房地产一起爆雷 这不就完蛋了吗 房倒无塌了 天崩地裂 你还搞什么隔离 隔离就让你没钱的时候 你在家待着 这是其中一个 经济倒塌之前 让老百姓承受社会上最大的压力 让你只要吃草活着你都感恩不尽了 你根本不在想你银行的钱了 你敢诈呼 你敢要钱 你敢到银行闹 是吧 你敢这个说出真相 就弄死你个球的 这就是现在的共产党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傻得不复了 活下去 国内的战友们 等着消灭中国共产党 和只有一个真理 那就是只有消灭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才能活下去 中国人才能真真正正地活得好 你没有任何选择 明白吗 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爆料革命的核心本质和核心价值 感谢观看